就是我想跟大家说 干什么事呢 都要有一个平常的心 正是因为如此 我在这一个中日围棋类台赛中 也就是刚才我说 全国人民每一次都非常关心的时候 我是联姻了11盘 最后讲一个我的教训 就是我在中日围棋类台赛中的第12盘 我的对手是一个水平远远不如我的人 那个人叫宇根泰正 我那盘棋 跟他也是优势很大 就是如果我也像以前 11盘那样的平常心 轻松地就赢下来了 因为他正好一块机 进入我的火力范围 相当于射机是可以射杀他 我当时不射杀他的话 我就停下来 对不起我不走 他也输了 可是就是一个声音 就老在呼唤着我去杀他 杀他 我就下车出众手去杀他 结果一个恍惚计算失误了 结果不但没杀着他 自个儿反而被杀 这一下损失大了 就一下产生了很大的逆转 就这回翻不了盘了 就这盘棋输在什么呢 就算输在一个 不是平常心的心态 那届如果我赢就可能 不是连赢11 12盘 连赢14 5盘 16 7盘的那种 非常可惜 所以希望大家跟我共勉一下 能成大财的人 一定是非常冷静的 遇到挫折的时候 泰然的就过去了 清风福山港 无论做什么工作 上学也好 干什么也好 也有个平常心 对付好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 感谢观看